这个合并这个我后来补充了啦 因为我觉得资料大部分都是分分合的 因为我用来用去发现 我交来交易也是一样 就是不外乎就是同一个工作表的资料分分合 或者跨工作表 或者是跨工作部 或者甚至你是跨不同电脑啦 比如说有些这一台电脑 你怎么样把很多人的电脑里面的资料合并在一起 那以往如果你是用什么呢 复制贴互相贴那也很麻烦啊 那有人是用网方 可是网方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 权限啊 或者是说可能有人先写有人后写 那同时那就可能资料会有错乱的问题发 那这个时候也许你可能需要一个资料库 OK哦 所以不同的情况你可能要有能力去处置 否则的话 你一些处置的能力都不太清楚 那很有可能就是你不知道 那该怎么样把你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 所以我发现很多人比较没有这方面的算是电脑方面的资讯的素养 那会造成很多问题啦 比如说你即便你是要提高效率也不知道怎么做 或者你是一个主管 蛮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因为你的组织 你的底下的人可能不见得会 就听你的啊 或者是说你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甚至你想要让效率提高 你也不知道从何着手 OK所以至少你要知道 至于将来你要怎么去运作这些东西 我想你也会比较有概念一些些 因为我发现蛮多 真的在职场上很多人连这些工具怎么用 都不太知道 哇那就麻烦了 对不对 那你怎么去提高效率 对就像打仗一样嘛 你没有先进武器啦 现在都比武器先进嘛 对不对 你都如果先进武器怎么打都一定 至少人家会害怕嘛 不要说三天两头就掉飞机啦 或者是怎么样 一些状况发生的话 欸至少 感觉会比较有信心一些 OK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这个地方跑完之后的话 也可以把它清掉 另外合并的话 一定特别说 如果你现在按柏尔反应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没有资料 所以你按它 如果这边没有资料 那当按柏尔 如果这边有资料按下去 它就出来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 刚好 可以让它怎么样 输出之后这些地方 都把它变为日期 变为日期 我这边有一个 两个方法 在云端上我有放 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 判断 它这个销里面放的资料是不是日期 是不是日期的话呢 VBA里面有一个 Estate的一个函数 你就把那个销放里面 如果是的话呢 你就用Number Formate Local 然后把那个 我们刚刚的那个格式 放在Number Formate Local里面 让它去格式化 就OK了 OK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除以2的余数为2 为什么 因为K的词 假如说我今天呢 要丢到这边 这边的话 基本上第二列 那如果第二列的话 只要除以4的余数为2的话 那表示这一列 我要把它格式化为日期 不过看起来好像第一个方法比较简单 第二个方法 我本来是用第二个方法 不过后来想想 是不是可以用Estate 后来发现也可以 那我就把它再补充上去 那未来呢 哪一个方法OK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try 不见得 有的时候第一个方法行不通 你至少还有第二个方法 不要只有一个方法 因为有时候程式 你可能写第一个方法写不出来 那你可以写第二个方法 反正可以先把你眼前的工作先完成 之后呢 再来想想看 哪些地方也没什么问题 OK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怎么来做这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 刚刚程式主要加在哪里呢 特别是 程式本来写这样 但是不对啊 输出的时候日期好像怪怪的 所以呢 我就怎样 第一个 我就在这边 Enter一下 意思就是当我取得这个销售资料的时候 那我判断 怎么判断呢 if什么呢 VPA里面的函数 有没有 意思 意思 所以你打一个意思 意思 是不是的意思 所以呢 是不是日期 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错误 是不是什么 missing等等 是不是数字 Is numeric 这个好像我们也用过吧 是不是一个物件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一个日期 然后再把什么呢 刮符 把那个cell丢进去给它判断 如果是的话 它回来就true 不是就false 如果then 如果是的话呢 我们要做什么 and if 所以if 包在外面 意思说 如果是 那你就帮我做里面是 如果不是就跳过去的意思 ok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就把那个储存格 里面的格式 储存格 sales 里面的格式 点什么 点number from local 这个好像我记得 我之前有讲过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呢 如果你会这个 以后你要格式化 出生格 就用这个方法 就ok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就等于什么呢 把刚刚的 其实格式化嘛 就按右键 出生格式 其实就等于制定的这一串 那就是yyy 斜线m斜线d 那我就直接把它打在哪里呢 打在这个VBA的里面就可以了 所以yyy 那你要改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改 m斜线d 这样 那记得哦 这个地方sales后面刮符 一定要再加上去 那为什么刚刚不加呢 因为你加了刮符 它number from local 就不会提示 主要是这个 我之前也提过 ok 好 程式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执行它 那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按照我们要的结果 就帮我输出 而且 这个日期呢 也会自己帮我加number from local 按右键 出生格式 制定 其实就丢这一串 丢到这边的意思 ok 然后 最后如果 好像要至终嘛 所以如果你要至终的话 好像我在云端上 也有再多写一个 这个整个范围 就是range 整个范围 至终的话就是 点什么 至终的话呢 它的属性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它这个对齐方式 我这边有写一个蛮长的在这里 Honirontal 其实这一串 其实也不用特别去背 因为 如果你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提示 所以一般我会记什么 记那个第一个字 那第一个字H 所以你打个H 大概就跳出来 H Honirontal 出来了 等于什么 至终 这个要记一下 xl center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执行一下 清除应该会吧 清除的话 就这个范围 i2到i的33 点clear contents 所以我这边把它清掉 好 再跑一次 欸 有没有办 全部都失踪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个 合并为单栏的部分 我又把那个 我刚刚写好的 这个程式 放在云端上面 OK 画面下 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呢 这一题的话 主要 你可以学会一下 for each的这种写法 那for each的这种写法 非常重要 非常好用 后面的话 你只要带某个范围 那他就帮你把 那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做一些处置 OK 所以这个方法的话 也蛮推荐给各位 以后的话 可能甚至有一些地方 你要做一些资料的处理 刚好 以色料里面也找不到函数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就只能用VBA来写 如果你VBA写得出来 你那个问题就解决了 你就不用涂法链钢了 不然的话我发现很多人 很多工具不会用 不会用的结果就是 你必须要不断的涂法链钢 那其实当然相对的会很花时间 当然学完VBA 这个最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能够提高你的效率 这第一个啦 第二个层面我觉得 可能我看到的是 如果你的专业这方面的技能 专业技能提升之后 可能你在工作上面的自信心 也会提高 所以我发现很多人会了之后 他的眼神里面就充满着自信 真的你看就看得出来 像有同学在工作里面 其实他能够升任他的工作的时候 他其实做起来会蛮轻松的 而且一派感觉就是好像没有 太有压力的感觉 那当然相对的相反的 如果你应该知道的 没有知道的东西很多的话 你会发现哇 你就会感觉很惶恐 然后每天都感觉很忙碌 OK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体会 我看到大部分情况 就有这种这种状况 所以尽量还是把那个工具学好 那上班工作里面只要用到Excel 而且用到类似的相关应用的时候 我建议你就有必要 把我们上课所学的 就把它融入进来 看看要怎么样把你的工作效率提升 这点其实是 我觉得这个课程最重要的 的一个开课的一个最重要的中词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把那个 这个325这一题 合并回来 OK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延伸 再做其他练习题 比如说呢 那请各位 待会有时间的话 也许可以看一下326 或者是说我刚刚讲的那个 饭店管理的一题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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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